今天让本刀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今天让你得手 打我 给我打败 我打不过你 小和尚 给他带厉害看看 用七家拳打呀 别愣着 快打呀 我就是被雷迪看这里 才当你打败我的 真是够水灵的 打呀 打 干什么呢 看他喜欢你 你来真的 谁让你这么说的 我真的要走 你要帮我 既然你说这句话 我可就不客气了 你来 这么好的女孩留给大憨 不知太可惜了吗 还 小医生 你 你起来呀 快起来 我看他一时半会儿 是起不来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师父 我这才是用了三拳两脚 这要是用出我的第三脚啊 我准保啊 他得从这九宫山上爬下去 哎呀 小妹 我师父 名不虚传吧 小和尚 你是不是故意输给臭道士的 没有啊 你混蛋 哎呀 喂 哎呀 大黄 去咬的鞋 臭男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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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的戏啊 演得不错吧 哎 我真不明白 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 居然办不住你的心 是不是无能啊 哎哎 如果换成我呀 那南少林就算是西天仙境 我也甘愿一辈子做个俗人 哎 我劝你啊 还是乖乖的学那猪八戒留在高楼中 啊 聊此残生 风流快活 哎 哎 你竟然说这种话 真让我替你感动脸红 难道你的爹娘是否 还有你兄弟的血全都白流了 哎 这现在四处都是佟大宝的人呢 去去去去南少林的路就好比登天 那与其死路一条 那不如在此苟且偷生嘛 啊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不想走 我们就此分手 哎 哎 兄弟 我还没说完呢 我没说一定不去 哎 你别当真啊 哎 兄弟兄弟兄弟 哎呀 兄弟你让我想一想嘛 啊 啊 还想什么呀 你在这儿做你的假道士 骗吃骗喝 多好啊 哎 哎 你还这么说啊 如今呢 我是不愁吃也不愁穿 这小日子啊 别提过的有多舒坦了 这事责让人听起来 这样子有点舍不得啊 哎 兄弟 还真叫你说到我的痛处了 哎 如今我是吃香的 喝了 等我啊 不要走远了 哎 兄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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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哎 哎 女儿啊 吃饭了 爷爷 他是在想念小和尚 你什么呀 他这种人啊 是靠不住的 他早晚都会走的 爷爷早就跟你说过 你对他再好 你也难把他给留下 哎 你还真想把他留下 嗯 可他已经走了 爷爷都算过了 你看他现在走了不是 过不了一会儿 他就得回来 哎 爷爷 他的东西还在啊 这小子啊光急着走 他就还忘了还有东西在我手里 爷爷什么东西啊 好东西 爷爷 你不用给小妹吃开心果了 这样他心里更难受 小妹 你用不着那么痴心 我跟小和尚有君子约定 他要是打不过我师父 他就得走 这你也知道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你师父根本就不是小和尚的对手 他是故意输的 是什么 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啊 霓儿啊 你说的对啊 你就以为那个小和尚那么不尽大啊 他身上的功夫 可瞒不过爷爷的眼睛 爷爷 那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他是为离开找个借口 这还看不出来 我师父他也太不够医情了 居然合伙骗我 你以为你师父是什么好人呢 这么说 是我把小和尚逼走的 大安哥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 不 这是我跟小和尚之间的事 我 我得把他找回来 哥 你别去找了 他会回来的 为什么呀 你就别问了 爷爷 你一定要把小和尚留下好吗 霓儿啊 我担心呢 你能留下他的腿 可你留不住他的心呢 那怎么办呢 要我说呢 要是没什么理由把他留下 就随他去吧 爷爷 我不让小和尚走 我有不让他走的理由 你还有什么理由啊 我 那天在山里遇到小和尚的时候 我正在坛里洗澡 他偷看我的身子 什么 他偷看你洗澡 这样的事你都不跟爷爷说 我要早知道他这样 我非打断他一头腿 不许这样对小和尚 我要早知道他是这样 当时我就不该给他治伤 爷爷 您别生气 小儿让他是无心的 你还给他辩护 他一个出家人 他懂不懂什么叫色戒 爷爷 你还回来干什么 我 我来找回我的东西 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爷爷 不是你把我东西收起来了吗 我从来没见过你什么东西 爷爷 这东西比我命还重要啊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小妮 我 爷爷 我明白您的心情 可是 那东西 跟小妮 没什么关系吧 关系大着呢 我不明白 你还装什么糊涂 我的孙女现在失身于你 她都会嫁不出去了 失身于我 我 你给我好好想想 想好了你再来找我 爷爷 爷爷 你到哪儿去啊 爷爷 你把东西还给我吧 放我走吧 你回去 爷爷 我把他家人都吃了 我把他给他送点饭 他现在不能吃东西 那他会饿坏的 他现在吃了不就有劲跑了吗 你放心吧 每天两天饿不坏的 那你 他现在吃了不就有劲跑了吗 你 只要你还活着 就千万不要把他弄丢了 师父 我真该死 我对不起你 爷爷 我帮您看着他吧 里边没动静了 他不会是出问题了吧 您不是说 一两天饿不坏他吗 你说 咱们这么对他 对不对啊 爷爷 您可别心软呢 从那天被他偷看我洗澡之后 小妮可就是他的人了 再说 现在 连心都是他的了 他要是走了 我小妮可就活不成了 要把这小子留下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要不留下来 我就跟他走 走 你走了爷爷怎么办呢 爷爷倒是有个办法 能让这小和尚给留下来 不过就是 太难为他了 爷爷 那怎么办呢 你等等等等 让我好好想想 反正 我是 非他不嫁 鸡姑娘嫁不了好汉子 去 行了行了行了 你说什么 霓儿啊 我问你一句 你对这小和尚 真的是吃了乘托铁了心了 我 非他不嫁 好 行了 爷爷成全你 真的 爷爷真好 行了 现在最重要的先把人看住 别人跑了 他东西在我手里头 我看他往哪儿跑 爷爷 他的东西真在你手里啊 嗯 爷爷 那您快给他呀 看他着急那样子 他着急啊 我才不急呢 你要现在给了他 那不是看着他插翅膀飞吗 爷爷 难不成 我们还真的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啊 你还真说对了 还真得把他手脚绑起来 嗯